华山草屯天使站服务草屯地区近百位独居老人 学者年关将近为让老人家感受温暖 最近发动义工帮助长辈除旧布巾贴春脸 赠送春节年菜香菇面条及年糕等适合长辈口味的应景年菜 搭配春脸及义工手作多功能保暖套共13样 这些独居老人他们在过年这期间送餐单位也休息了 然后很多店家也都休息 那很多长辈他们就没有比较营养的食品可以来吃 所以他们就会简单吃一些泡面或者是点心 那华山基金会就是会在年前募集社会大众大家的爱心 然后大家一起来认捐年菜 让长辈们在过年期间可以好好享用 独居多年现年七十多岁的廖阿公及乌阿嬷 在家庭失忆失能的情况下 微薄的津贴补助根本不够用 让他们的生活过得相当的节俭 好在有华山基金会的帮助 让他们的年菜有所着落 就会简单的协助长辈 比如说帮他贴贴春联 或者是说他的环境很脏乱 我们就会请义工先帮他做打扫 然后帮他更换新的春联 那叫长辈怎么样来保存这个年菜 然后怎么样来使用这些年菜 对于不少独居老人和弱势家庭来说 除几年宴饭还不知道在哪 今年不少公益团体募款并不顺利 华山基金会期望能够帮助服务的独居长辈募集年菜 期望有更多善行人士响应 当然也感谢我们华山天使站这么用心 每年都这么积极这么用心的来募我们的年菜 送给我们的独居老人来享用 这边也是鼓励我们所有的善行人士 大家一起响应来做爱心 大家一起捐助你们的爱心 一起来让我们一些独居老人 一些长辈友团圆饭有年夜饭可以吃 水准年关将近 华山基金会发起爱老人爱团圆送年菜 祝孤老公益行动 南东县服务的弱势独居老人约1000位 距离农历春节减剩不到一周 爱心年菜一份700元 长年服务经费每位长辈每月1250元 判社会各界用爱补足缺口 协助孤老过好年 记者洪一伦炒囤采访报道